第一次我发现他和别人聊天 我想我们已经订婚了 双方父母亲戚都已经知道了 现在退婚会不会太难看 而且他对我挺好的 就只是和别人聊个天而已 而且他发誓再也不会了 还跪下来求我 看他应该也是成心悔过的样子 我就再给他一次机会 我相信他以后不会了 结婚后 我又一次发现他和别的女人聊天 我想最近他好像是有点压力大 但也不能去和别人聊天啊 但是他又是下跪道歉 又是删除拉黑 还哭得眼泪鼻涕一直流 给我一通保证 而且离婚说出去不讨听 我想不然我就再原谅他一次 以后看他表现 后来我怀孕了 我不仅发现他和别人聊天 还看到了他们不看的照片 这次我忍不住了 想要和他离婚 于是我跑回娘家和爸妈 控诉他的罪状 没想到我爸说 他敢这样对你 我们去打他 但是婚啊 咱还是别离了 你现在还怀着孩子呢 离得婚孩子怎么办 而且孩子都七个月了 也是一个生命啊 不是吗 我妈呢 就在旁边一直哭 一边哭一边说 女儿咱不能离婚 我摸着肚子 突然孩子踢到我一下 我的心一下软了下来 这可是一个小生命啊 这个时候老公来了 说是一时糊涂 以后再也不敢了 看着他们三人抱成一团 我觉得自己还是咽下这口气吧 想着有了孩子之后 他会改的吧 所以和他回家了 后来孩子长大了 他呢 继续流连鱼花草 我呢 一边带着孩子 一边后悔 有时气不过 就和孩子说 要不是因为你 我早和你爸离婚了 你看他根本不管家 要他有啥用 都是你把我给害的 孩子一开始不懂 等孩子在这样的环境 慢慢长大了 他对待感情的态度 也出现了问题 而我的回答是 忍忍就过去了 不要离婚 于是一个家的恶性循环 就一直这样循环下去了